一閃一閃亮晶晶 滿天都是小星星 妳在唱什麼啊 我在唱小星星啊 什麼的 小星星亮晶晶 AI有晶 喔 AI有晶喔 亮晶晶喔 可是AMD發表會 AI有晶無喜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些概念股 會不會先開趴呢 會嗎 還有 美國CPI 通膨見識啦 福利社獨家預測成功 台股 四通八達 上萬八 可是 漲了一千五百點 還抱得住 還應該抱嗎 還有 政府大力多 觀光股還會漲嗎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捏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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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 我是小學生 Coco 我是 怎樣 大人 大學生 這次的郭子宏 來看一下 美國CPI見識 台股四通八達 上萬八嗎 像大家想知道是 已經載一千五百點了 還可不可以爆啊 好不好 還可不可以爆 好不好 你今天穿這個 小學生的服裝是為什麼 因為我 一閃一閃兩斤 你剛才唱這首歌是 真小學生 所以AMD發表會 AI有晶無喜 有這晶片啦 可是AMD好像 有人說發表會很無聊 是不是很無聊 是不是有金無喜 等一下 和概念股卻先開跑了 政府大力多 觀光股 還會漲嗎 到底會不會漲 好我們 在這次 之前喔 我們先來吃個東西 今天吃什麼 好我們今天吃的是呢 四川老超手 為什麼要吃這個 四川無超手啦 他姓吳 因為我們CPI見識 你看他在笑 你看 他連每次 食物名詞 食物名詞 他每次都可以記錯 會不會很辣 還不錯耶 真的喔 不會不會 他蠻好吃的 可能是原味 對還蠻好吃的 還蠻好吃的 還蠻好吃的 可是聽說 可是有點辣 那個辣劑有上來喔 有上來 你等於今天是很小小辣了 有上來 好我們先介紹一下 等一下我們給老師 請說我們給分析師 有一些特別的驚喜 先驚喜之前 我們下禮拜也有驚喜 來 下禮拜是不是端午節 是的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1、3、5喔 因為禮拜三就放假了 對 禮拜四我們教學單元贊王飯 贊王飯 不錯吧 對 那1跟3是解盤影片 照常 禮拜三 解完盤 解完盤以後就放假了嘛 對 可是我們禮拜四跟禮拜五都有 禮拜五話端午節特別企劃喔 是的 絕對好笑 好不好 絕對好笑 其實苦主好像有玉華跟韋太老師吧 是不是 是的 是苦主嗎 為什麼是苦主 苦主 我覺得很開心 人要苦口啊 對人要苦口 韋太老師第一次喔 韋太老師第一次了 絕對 讓你受不了 好不好 絕對苦 又冰又苦 好不好 好不好 來 來 拜託可以用得開心一點嗎 端午節不用那麼苦吧 我們 我們開心啊 你不開心而已啊 原來是這樣 我們開心他不開心嘛對不對 這個剪盤影片 來 一、三是剪盤影片 然後禮拜五是特別企劃 絕對好笑 好不好 禮拜四是教學單元 這禮拜三就休息了好不好 對 那除了這段我們來推一下 來來來來 我們來請一下 來 小孩來推一下 你在邊推邊唱歌啦 好不好 你覺得要上什麼歌比較硬情 送你送到小村外 他送到 送到西天去了好不好 只有一、二、三 因為這個 聽說這個 這一家蠟的喔 有特別大蠟的 對 我現在吃就有點辣了 很辣 已經上來了 你已經有辣了 你已經有麻 嘴巴麻 大舌頭 本來就大舌頭 又沒有超大舌頭 客老師來選個號碼 你們喜歡的 好不好 第二、三 有超級麻辣的喔 嘿來 來 超級麻辣 我們先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 超級麻辣的 好來 你要什麼 是哪一個呢 來選一下 我先選是吧 你先選 趕快 就我的經驗 通常擺在中間的一定不會有地雷 哎呦 我選二號 好 這麼中性 好不好 啊老師呢 你錯了 就我的經驗 頭獎贏在第一個 第一個 但是我們要逆向思考 因為這個福利社那個製作人太減少 我選一 你選一 你選一 薇泰老師呢 沒得選的 我選三 做第三位也選三 根據我的經驗呢 第三號應該是比較沒有問題 老師好 恭喜 今天怎麼樣 2號最辣啦 你看顏色就知道了啦 有夠辣喔 真的很辣 這個很辣 你試看這個油色 怎麼看 放大放大 有沒有辣油都出來 有沒有辣 我們這個沒有騙人的 來來 馬上給他吃 馬上 現場吃 喔這個真的辣耶 所以今天算是特別節目 欸反正2號就很掉 今天不是今天不是 今天實際上你們先小事伸手 滿身嗎 因為我要報復玉凱老師 特別單元沒有來 他沒有辣到 欸那上面 起碼兩公分辣油耶 對對對 他那個麻辣味很重很好 欸你怎麼是給湯啊 應該炒手啊 炒手在裡面 他完全沒有是不是 這個是原味的 啊原味的 誰 運氣這麼好 玉環老師太好了啦 哇 我覺得真的太厲害 原味有什麼好吃的 跟餃子有什麼差別 原來你才是投降 我跟你講 那個你這個最好啦 這個有點辣不會太辣 小辣是不是 小辣 來 送你離開 快點 吃門歪 小孩你應該唱比較好聽的歌啊 有沒有自己比較好聽的歌 你唱一下 最近很好聽 沒有是不是 算了 你這樣cue你 你就不行 你就不適合當主持人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又沒有當主持人 是你吃了沒 試一下 來請教三位分證師 第一位 你離開分那些 老師 吃美 要吃的是吧 如何呢 你居然沒有偷吃 他第一次沒有偷吃耶 對啊 因為被我拿走 平常我愛偷吃的 我不是說感情是方便的 來 怎樣 這個 有點冒汗 前面就有一點味道 對不對 中段跟後段 偽進也有上來 偽進上來好不好 可是其實我早有收到風聲 今天可能會搞一些特別花樣 所以我是有備而來 盛防等一下忽然之間屁股想吐 你可不可以 你是賣醫師可不可以有一點 所以我用比較文雅的詞彙啊 沒有不文雅 林凱老師的賴 等一下再繼續吃一下 沒關係 小小鼠 WIN16888 做不了沒關係不勉強 有沒有辣 有耶 有點辣 現在食道有點 我現在有點流汗了 食道有點灼傷感 這什麼 這什麼 這叫吳家 對 吳草手 四川吳草手 四川吳草手 小小鼠 WIN16888 還蠻好吃的 辣有辣劑 第二位 你看現在吃了 明明就沒有辣的 你根本就混沌嘛 好來 混沌喔 不是罵你喔 來 第二位 楊玉華分心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覺得你那個 玉凱老師 你這個動作太慢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剛我也有收到風聲 所以我已經先去廁所先解決 對 對 他可以聰明耶 對啊 等一下如果要來 你先掉 玉華老師這個有梗喔 你先掉 人家預防未來 先 我先把他解決 先解決一次 我有問製作單位說 有沒有這個中間有洞的椅子 他們說沒有 他要有洞的椅子 夠了 沒有考慮到我們感動啊 夠了 你這都不是解決方案 好不好 你這個是造成別人困擾 好不好 玉華老師的line 來 PK PK PK啊 吃啊 吃完喔 一口氣完 好喔 今天不是特別單元 而且不公平 吃不公平 我們現在吃比賽大亨堡 對啊 他們吃得很 他們現在結一下兩隻 兩隻 下禮拜 還有那OLEO的餅乾 他把它舔完 舔完 好吃好不好吃 好吃耶 我覺得超好吃耶 你超好吃的喔 PK好吃PK一下 其實我覺得小辣比較好吃啦 沒有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好吃 我喜歡原味 你喜歡原味 原汁原味 老師比較喜歡原汁原味 聽起來我真的覺得 不太舒服的感覺 好不好 來 小二手 RICH 948 好不好 這老師的line 對 第三位 維大老師 陳維大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是蠻好吃的 這小辣有點辣 不會太辣 我覺得真的蠻好吃的 是蠻好吃的對不對 蠻好吃的 他的辣 有點辣 就喜歡吃辣的人會喜歡 就是那種 炸開來 對一點點微辣 會換炸開來的感覺 然後吃完大概3秒鐘 會炸開嗎 我是3秒後才有點炸的感覺 對就炸開了 我已經有點流汗了 會有點流汗 會流汗 可是還蠻好吃的 還可以接受 早時候應該吃郁凱老師 要不要吃看郁凱老師的 不要 吃我的還不錯 會有一種 擴約機炸開來的感覺 哈哈 你換了一個說詞 為什麼在吃東西 都討論這個話題 對啊 你一直 吃東西 你講這幹什麼啊 講一次算 你在講那個東西 很沒feel欸 你就把他自乎炒手了 對啊 只有我吃這種東西 對 好吃嗎 其實味道是好的 知道 你們再吃第二個嗎 不要勉強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你耳朵紅了欸 你右邊耳朵 可能是害羞吧 那你再吃一個吧 玉華想要幫你 你看他的碗都過去了 以你吃東西的速度 你這樣完全吃了 要吃完 要不要來 我不要 好好謝謝老師 好 來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來 台經大頭條 沒關係我可以等玉台老師 你又再吃第三個 我已經吃三個了 先三個 還好你是第一個講 來來來 不行的可以跟我講 我們這個不是直播的 好不好 好吃啊 它唾液一直分泌而已 好 好 好 來我們來看 你可以喝水沒關係 好好好 喝一下 其實沒有到非常辣 只是我不太能吃啦 真的喔 我覺得蠻辣的欸 這個是有辣欸 還是有辣 我在流汗了 我不吃了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跨後勁 跨後勁 我要流汗了 喔喔喔喔喔 你快點說 快點 你還誇張 真的啦 你流汗了啦 什麼誇張 維大老師 等一下 為什麼今天要吃這個 為什麼今天要吃這個 他自己想拿 為什麼知道 因為 台股四通八達 四川四 硬要扯啦 CPI見識 CPI見識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CPI 來來CPI 好 這麼牽強就對了 沒有啊 台股要不要抄底啊 欸真的 後面也流汗了 麻麻的 流那種汗都會 製作人笑得很開心 這樣拜託不要整我 美國通貨4% 為什麼 其實我記得這個福利社是有獨家預告嘛 這個CPI見識嘛 我自己買的好開心喔 這樣 我也有 好 對福利社獨家的嘛 要先來個預告嗎 好 對啊 有預告嗎 沒有 那時候克里夫蘭聯儲4.1 我們福利社獨家說 已經連續6個月了 製作人這個該臭屁的居然忘記了 其他節目都沒有了 克里夫蘭聯儲已經從去年11月 好連續6個月連續7個月 都是 克里夫蘭聯儲 比克里夫蘭聯儲再低一點點 這是克里夫蘭聯儲預測4.1 是4%的 所以你看 股市為什麼漲 因為有聰明的人 華爾街聰明知性 早就都預料這些 沒錯 好不好來老師你說 好那是優於市場預期 因為其實市場的預期呢 4.1到4.2 到最後是4嘛 創27個月的一個新低喔 好那核心CPI呢 5.3 這個就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所以其實算是蠻正面的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地方 來來來來 好 核心的通膨頑強 哪些細項要小心呢 就是說 二手車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微增的喔 那商品跟房租的部分 也是一樣喔 大概這幾個項目呢 如果說未來幾個月 也有稍微降下來 降溫一點的話呢 其實對於整體的CPI 應該會是更正面的一個效果 好我們看右半邊 老師 老師你還沒講話 你說核心 可是老師這整個你覺得這種4% 是 下次有沒有機會見到3 我覺得有機會 或是更低 我覺得這非常有機會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現在已經把通膨利多 全部都搞 全部都 利多已經出境了 就是他該反應已經反應完了 我倒覺得不會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像去年 台股是對利空比較敏感 可是在今年呢他是對 利空沒那麼敏感 對利多非常敏感 對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味道 你覺得就算再下去了還會再展 還會再慶祝一下 已經展4000多點還會再慶祝 還會再慶祝 哇老師維太老師你覺得呢 我覺得有點 利多會敦化的感覺 我一直覺得偏敦化小敦化 對啊 我們要先每個人看法不同 但是沒有那麼快結束 對啦 就是我的 我認為老師的想法 可是至少我們大家的想法 包含老師 兩位老師的想法就是覺得說 維太老師覺得利多敦化 你覺得利多還沒出境 可是至少不會變利空 是不是 維太老師這個意思 好老師我們來繼續看 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對這個我們號稱聯準會傳聲筒的 這位記者他說呢 預計聯準會本次的會議呢 將維持利率不變 因為5月CPI報告呢 對於近期的前景幾乎沒有改變 就是還是通謀下髮狀 還是通謀下髮狀 那官員們可能是利用他們的 但是官員利用什麼 但是官員利用什麼 他們的季度預測 季度預測 這個預測未來的方向的時候 怎樣 他的暗示啊 再次升息可能是普遍的共識 但是 這只是一個暗示 暗示而已 因為就是他還是要保留 我要保留我升息的空間 對 可不代表我會升息 他就不要把話講死 不要讓你覺得說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看那個Fat Watch 其實是最準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6月份在這個地方 現行利率93.7 也表示說這一次呢 有9X3的機率 應該是會維持現狀 但是呢 今天是禮拜三嘛 明天就在看我們節目以後 過了6個小時 6個小時 就是決定要不要升息 基本上就是不升息 9X3這個很高 可是應該是要看到時候是看包兒講的話 對不對 是沒錯 暗示有沒有比較歌一點還是音一點 或者是音跟歌都有 就是暗示有沒有可能 或是暫停升息 有沒有可能 像加拿大一樣 再次升息 再次升息 還要看數據 你覺得會講音還講歌 還都會講 我覺得喔 我覺得偏中性 就都會講 中性偏音一點 因為他是已經不升息了嘛 對 所以就要音一點點告訴你 我還是保留我升息的空間 沒錯 所以目前我們來看後面幾次利率決議 包含7月9月跟11月 應該是說7月這次比較關鍵 認為說應該是會往上再調一碼 到525到550的這個階段 可是呢 大概這邊也就是緊繃了 極限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大概最快呢 年底也是有機會 開始這個進行這個所謂的降息這件事情 所以大概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原則上 我認為是不會有太大的空間 那現階段 如果說接下來後面幾次的利率決議 都能夠維持在 現行利率的水損的話 其實這個對市場來講 就算是利多了 好 只要維持在5到5.25 升息一次 就好像要降息 對不對 還不如說不定 撐過這幾個月 可能就不會升息了 說不定是這樣 老實我們看下一個 好 我們看今天的台股 今天台股呢是小小的 繼續給他創新的 好今天漲21點 會不會二一天做五 占17500點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哇你看那麼多 沒錯 就記得喔 勇敢看多 我們財經節目老師 其實福利社老師都一昧 就是一 不是要一面講 好像不太好 對不起 收回這句話 都是一路的向多 一路的做多 這一波我們福利社大獲全勝 沒錯 大福利社大獲全勝 老師你繼續說17多少 好現在是17259嗎 最高 但我覺得說在這個月之前 應該是有機會看到 17600 我個人的看法是比較樂觀一點點 就是說至少還有300點的空間 而且接下來是這個 下禮拜是端午連假嗎 我相信 如果我猜的沒錯的話 福利社現在可能要做這個 端午變無變盤的這個議題 那這邊呢 我有 算 應該要做吧 製作人 這很不錯耶 對 我們應該是禮拜一要做啦 禮拜三來不及了啦 來不及 老師你要不要也來身兼 也製作人一下 不行 不行 大財小用 沒空 沒空 我覺得說端午應該不太會變盤 應該還是會延續這個趨勢 我們講說趨勢一旦形成 就不容易改變 尤其這種外資是在這一波 5月16號以來 砸了將近2800億下去 這等於是航空母艦 要轉向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認為說呢 這一波頂多休息 頂多橫盤整理 但是不至於去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 而且老師你有沒有發現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開始除全息的萬計 對對對 沒有錯 這一個禮拜內就要除全息 80點以上 沒錯 那這80點 基本上就扣掉80點了 所以基本上只要有田全息 這一波至少除個五六百點 只要有田全息 基本上你就等於現在對站在17700 也沒什麼不好 所以老師你覺得 接下來要對看什麼 除全息行情 除全息行情 而且其實現在 我們都知道說這一波走的 比較像是軋空行情 就你越不相信 他樂長給你看 而且其實昨天有個現象 不知道昨天有 昨天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昨天是跳空 老師你可以唱歌 嘎嘎烏拉嘎 嘎嘎烏拉拉 這不能展現我的歌 以這種歌我不唱 那不然你唱這首歌 有四個歌在唱 天空 台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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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年輕的笑容 還有我們休息 和共襄的角落 不錯 我覺得你這首歌 一會也會喜歡 製作人會喜歡 同的年 就透露一會比較年長一點 同的年 不是要小時候聽的 你不要這樣子 好 一會好不好聽 好不好 欸 你來跟他PK 來來來 來來來 你來你來 來 這首歌老 沒關係你唱 你唱一首新的來 沒關係你先就唱同樣的歌 才知道贏不贏 來 台北的天空 有著你我的笑容 後面怎樣 後面怎樣 再去啊 還有我們熟悉 和共襄的角落 繼續 還有我們熟悉 和共襄的角落 哪個比較好 來來 來 現學現賣的小韓 誰比較好 我喜歡凱哥的 欸你現在蠻會做梗的欸 欸不錯欸 Coco你現在蠻厲害的欸 你也咧 你也咧 你也老師咧 我覺得玉蓋老師唱得比較好 好啊那個咧 維大老師呢 凱哥 那我那我跟你講 我本來投凱哥 我現在這票投給你 年代的關係 年代關係 年代的關係啦 你沒有贏啦 老師這樣說 那我不要不熟啦 對啊好不好 沒有問題的 好那其實在昨天這個跳空大漲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熔券是大幅度增加的喔 是 因為其實剛剛哲哲講到一個重點嘛 現階段是這個除全息忘記 其實開始要做強制回補了 是 欸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大家還對於這個放空異常的有信心 昨天是大增3萬口氣 應該是近期最大 3萬張 3萬張空單 現在熔券已經幾萬張了 現在喔 製作人可以幫我們查一下 因為這應該是近期的 我看一下 總量的 三十 四萬八千 對對對 昨天算是近期單日 不會到很多啦 不會到很多 可是長那麼多 還有敢做空 是 勇氣真的蠻厲害的 對勇氣 好不好勇氣散一下 我就知道 愛真的需要勇氣來面對流言蜚語 來 來 來 這首新了 愛真的需要勇氣來面對流言蜚語 這個Key比較高 他贏你的 Key比較高 但是搞得自己欺負難一下 讚讚 我們變歌唱比賽 勇氣然後幹下去 來 韋大老師 來我問你一下 這個 還好我為你叫我唱歌 嚇我了 嚇到 韋大老師 你唱歌我意見這麼不錯 沒關係 再趕快去變歌唱比賽了 好不好 來 素人選拔大賽 沒有關係 我問你一下哪個唱比賽 不是啦 那個 30萬張怎麼解讀 其實我前兩天在星巴克在喝咖啡的時候 剛好旁邊有一桌就在聊天 然後那個阿姨就說 我不知道我的股票 那個月底要融券強制回補 他上禮拜才去放空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有非常多的投資人現在其實不知道 就是說 我這邊融券放空 很可能面臨到就是會被 強制回補的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這個融券放空強制回補 大概在下個禮拜 應該就會看到比較明顯的轉變 那下個禮拜也會是比較 屬於行情比較震盪的一個禮拜 好 下個禮拜你反而覺得 會由軋空到最高峰 可是反而震盪 你的震盪什麼意思 就是會上衝下行 喔 你的股會上衝下行 是因為被蒸發出前期的還是說 你覺得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其實一半一半 大膽說出來啦 我真的是一半一半 就是又有除前期關係 然後又覺得你在這邊休息 對 可是凱哥說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不怕 啊 尤其老師你覺得嗎 我是覺得 至少會先公告17500點之後再做休息 喔 他都很看好 不錯 好不好 沒關係啊 這個大家的想法 我想說我的想法不重要 反正至少我也是看過 我好想知道你的想法喔 這很重要嗎 蠻重要的 我覺得就區間整理了 我覺得這邊我自己覺得這邊休息 可是不重要 反正至少他不會 大家都不會覺得會破季線嘛 對不對 對那就好了 季線太遠了 太遠了 對啊 我覺得萬七都已經 大膽講出來 就說季線 季線 好啦我是說至少 季線這邊喔 月線啦 大概月線啦 好不好 16800 我覺得 我覺得16800就算 就算拉回這邊 我因為關除前期500點拉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我是說最壞是這樣子 最壞 我是說最壞 我是最壞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講 好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啦 好那貴買呢 今天也是先創新高之後呢 才做一個小小的拉回 可是其實成交量來講 都還算熱弱喔 而且最近其實中小型股 表現不能說太強 但是也沒有到失溫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說 接下來操作上 應該還是不至於到太困難 差不多太困難 如果覺得失溫記得吃個辣椒 就會很熱了 把我這碗吃掉就暖了 來 外資又買了 外資又買了 因為其實從5月16號以來 其實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喔 他買了將近2800億 其實這一波外資 是鐵的心要回補的 鐵的心要回補 今年應該是他的帶回補點 因為畢竟賣了三年了 賣了2.2兆 2.2兆 今年就用力買回來 買個8000億都不為過 現在差不多買多少億 3000多億嘛對不對 3000多 3000多億而已 這一個月用力買買了 1800億 是 所以這些的想法 這些看法 代表外資就要買了 所以你看喔 買個幾千億而已 這台股漲個 漲個 4000點以上 對 所以你看喔 如果我把之前2.2兆去買回來 台灣股不是應該要3萬點 差不多要3萬點啦 加一加一也是要嘛 要要要 不過越上去一定越有賣壓啦 是 這樣感覺 你不覺得像為什麼外資買都跌不下去嗎 以前外資買 有時候還是會跌 對 因為賣壓 太輕了 賣壓 大家都不看 對 大家不相信行情 不只嘎空 我覺得這次不只是嘎空 還有嘎通手啊 是沒錯 很多嘎這個空手啊 賞戶不相信啊 不夠熱 還是很 還是很少人 去問 我想說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熱度還是不夠 對的確沒有像過去這麼熱喔 因為漲成只有1萬2千多點 漲到之後 1萬6千多點 1萬7千多點 他已經漲了 4千多點了 照理說行情要非常熱耶 不熱不熱 其實我昨天在看 今年以來這一個 基金的一個漲幅的排行榜 很意外的發現其實 排名在前面都是ETF 喔是ETF 都是ETF 換句話說 其實都是一些大型的全資股 他們在漲 你是有跟那些主動式基金 有去比較嗎 對他們 譬如說大滿貫 對他們沒有分 就同樣當表格去比較 有啊 你看0056啊 每次是00560878 這次高股息的 你看技嘉那種啊 高股息反省最多 動輒就漲30% 對 所以說其實那些大型的全資股 其實一般投資朋友 可能不一定會去買 對 有點沒有感覺 就是說這個行情可能漲到1萬7 或者是大家說的 可能會1萬7千5 可是他們可能都沒有感覺 那投資ETF的 有感覺 有感覺 可是他們有時候就犯長期的 我覺得很開心 這樣而已 看得很開心 對 但口袋可能也沒有增加多少 對 也沒有增 不一定沒有增加 他們可能就有些犯長期的 對 好不好 好 謝謝你 那我們來看一下 自行商怎麼看 自行商 自行商 坐坐坐 自行商沒關係 我本來講幾句 自行商在這邊講 沒有買57 57其實算蠻積極的 我覺得說 老師韋太老師你也是自營 你是最會自營 應該說最了解自營的人 自營 最了解自營的人 你又想歪了 我想就是這個自營 自己不要打錯 就是那個贏 好不好 來 因為越來越接近那個 除全息的旺季 是 那自行商通常都會先去布局跟買超 然後等到他 除完全息之後往上漲的時候 他就會順勢把它賣掉 那自行商跟一般投資朋友做的差別 就是說自己商在拼的是周轉率 對 因為他沒有所謂的一個手續費成本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只要 比較低 他比較低 那所以他在這樣操作上來講的話 他就會比較有這個所謂 短進短出的優勢 老師你說沒有手續費成本是什麼意思 實際上比如說是0.001425 他們是怎樣的一個成本 因為我們一般人在買賣股票的時候 有兩個東西要付嘛 一個就是給國家的稅 千分之三 對 另外一個是給券商的這個所謂的手續費 對千分之1.425 對 那因為自行商基本上他就是在自己的一個公司下單 他就沒有必要再給券商這個所謂的一個手續費 他只要付給那個政府的稅就可以 所以千分之1.425 全部都免掉對不對 嗯 全部都免掉了 這很重要 所以那個千分之三不能就不能 就可以避掉 不能避不掉 除非你單充嘛對不對 所以你大幅度的減少手續費 你看哇有些打7折打8折就是算很多了 結果自行商可以直接充量 充價 是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所以外資的一個期貨的一個佈局多安 是 是變1萬5的近期新低 1萬5 可是其實1萬5千口以上 仍然算是比較偏多的一個看法 對 之前有到2萬多3萬多 可是現在1萬5的居然是偏多 因為至少1萬多 對下週三就那個結算了嘛 我覺得說在逢高 可能有慢慢的做一些獲利了結的動作 無可厚非 好無可厚非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老實聽說你是觀光網址 對觀光網址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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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說官方網站嗎 可以 可是這不是重點 不是重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解封後第一個暑假 全民拼觀光啊 好 那義後的這個觀光新模式呢 拼來台旅客600萬人 有辦法嗎 可是不開放陸客可以嗎 陸客我覺得會階段性開放 有可能是這個下半年這個牛肉就會端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總統府秘書長林佳龍表示呢 今年設定來台的觀光的 觀光客的目標呢 要設定在600萬人次 目前啊 200萬人次了 已經三分之一達標了 那9月15號呢 這個交通部觀光署呢 將正式掛牌 迎接疫後觀光新模式 他會透過所謂的深度旅遊 特色遊城 去打造台灣的觀光品牌 我們往下看 好 暴復性的出國潮呢 還在標 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出國的 是 因為其實在 我記得5月4月以前 你去其他國家 你都還是需要寫很多這種 疫苗的申請啊 那些的 莫名其妙去日本 那個沒在檢查啊 對其實還是有啦 你要假冒也可以啊 那假冒全部打完疫苗 專殺 其實說實話 從頭到尾他就是一個流感化啦 是沒有錯 對啊其實你緊張存在你心中 他就是一個 你知道什麼 達爾文的進化論嗎 就是清洗一遍 然後適者生存 沒錯 我很殘酷只能這樣講啦 可是事實如此啊 你看你現在 你現在之前煩的要命 那結果現在完全不煩 那不就是流感化嗎 你就是面對他一切啊 是不是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2019年的1到4月份呢 我們就做同期的比較 500多萬很多耶 500多萬 可是 2020年一發生事情 全年做200多萬 全年200多 馬上腰斬嘛 2021更慘 2020年 對 春35萬啦 然後2022年呢 去年148萬 可是其實去年的 大概下半年第四季左右 已經開始過輸了 10月就很多人出國了 可是也才140多萬 我就先出國了 你就先出國了 好 我們看一下同期的做比較 今年291萬 算很多耶 算很多 但是其實呢我覺得 還不夠多 還不夠多 還可以更多 因為其實我就說1到4月 其實很多人是說 我疫苗可能只打一劑兩劑 這個國家會拒絕我 所以我就乾脆打消念頭了 可是這些人下半年都會回來 而且暑假的時候會先出去 因為暑假的時候高溫比較殺菌 對不對 是這樣說嗎 真的 高溫比較殺菌 高溫 不是 高溫會弱化他的那個 弱化他病毒的傳染力 活動性 活性 對 這是有研究的 有研究的 對好不好 這種上呼吸道的這些病毒 好不好 這是有研究的好不好 沒有問題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還可以再創高峰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最近整個觀光族群呢 他的這個營收表現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這應該用驚人來形容 我們來看一下 三副的這個 好一個月就賺一塊多了 沒錯 五月營收 竟然年增率有1300% 可是這不公平 因為去年根本就沒有 去年太慘 可是蹲的越低跳的越高 所以說我們要用這樣的想法來想他 那累計前五個月的這個年增率 也有1200% 那鳳凰其實差不多五月年增率2000% 累計1600% 五福這個更誇張 5800% 2800% 那旅行社是過去三年最慘的產業 相對來講可能在餐飲業 這個飯店業就沒有那麼慘 可是呢他的成長率依然相當驚人 動輒都是百%百%在增長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 來重點推薦給大家兩檔股票 第一檔雅都 雅都應該大家住台北比較熟 在這個民權東路那邊 是 那他是一個老飯店 以前我們 雅都大義立志嘛對不對 對對對 雅都立志他是一個品牌 倒了 好可惜我還蠻喜歡台中那一家的 真的喔台中還是台南 台中有個大義立志 台中嗎 大義立志在台南 台南的台中是雅都什麼的 台中叫雅都什麼的 忘記了倒了 倒了也倒了齁 很多人都撐不過去啦 其實台北的雅都也差一點點要倒 是是是 那時候有放無薪假 因為我妹妹就在裡面上班 是喔 我妹妹在雅都上班 好 難怪你說 欸要不要過來一下 要不要在那邊通知一下 要不要轉職一下 好 我們先聊很多私底下話題 來 那在疫情期間呢 其實他營收是嚴重失衡的 因為他其他主要的客群是商務客 那其實在過去三年 商務客都不出國了 都不出差了 所以說呢他的營收是嚴重失衡 變成說餐飲的比例拉到很高 拉到將近八成 不然原本他的餐飲跟住宿大概是一半一半 可是呢現在他的這個餐飲的這個營收沒有降 反而呢商務客全面回容 所以說會帶動他另一塊原本住宿這一塊 再會做拉高 所以說其實營收下半年還是有機會持續做增長 而且呢其實在餐飲界呢 我們可以講他是非常指標的一家飯店 因為第一個天香樓這個米其林一新 這個他的龍井蝦仁推薦大家可以去吃一下 真的是非常屌的一道菜 而且呢你去吃什麼菜 你今天比如說點了八道菜 他會有人在旁邊用毛筆把你今天的這個歇 這個點的菜全部用毛筆提字 然後送給你 天香樓我去過啊 地下室嘛 地下室 飯超久的耶 中式餐廳搞得像法式吃法 高檔都是這樣子啊 那這個巴黎廳更久啊 這一頓飯要吃到四個小時啊 吃到都可以去巴黎了 對對對 但是他是台北市 運氣好啊 只有去淡嘴巴黎的時間一個小時啊 運氣不好 那你就去巴黎就好 歐洲巴黎啊 對那巴黎廳的1930呢 也是台北市算是最指標的一個法國菜 要等到晚上7點半才有啊 差不多 沒有了 吃完一頓飯就回去 可能一邊吃一邊睡 沒有辦法 對那巴塞一廳呢 就是他一樓的那個吃下午茶 也是很有名的 都台北的一個指標餐廳 而且呢其實我們講 你如果跟其他的觀光股比起來 他其實從20塊漲到39塊 看著四好像漲了快要100% 可是其實比對其他股票 他是漲不多的 所以我認為說 或許這樣股票還有空間 是 可是我覺得這種餐廳吃的OK 可是台灣會不會房價太高 失衡的 因為現在有子儀說 暑假訂房 並不熱 因為很多人寧願出國 我現在台灣 以前1萬塊的房間算是很高級 是 現在1萬塊算很普通 現在沒有住到1萬5以上 真的房間都比較還好一點 就是還好 就不如不要出去玩 現在民宿都敢給你開兩三萬 對啊 還是很普通 還是很普通 你知道老師的笑嗎 對吧 還是很普通 還是很普通 加個文清兩個字就很貴 對啊 也不知道清什麼 消費完全就想催他 就想催 好 那其實就成如剛剛這個哲哲的問題 因為其實雅度的主要客群是在商務客 所以我認為影響不大 你要出差的還是要出差 要住還是要住 而且你可以跟公司報仗 我根本不care房價 來 不care房價 雅度我覺得還是可以看一下 那個製作人一會手痠的一直換 手痠 好來我們看一下鳳凰 一直提醒我們 好那1到5月的營收年增率 這剛剛都看過了 可是呢我必須跟大家講 仍然有成長的空間 你看他已經幾千%幾千%在成長 可是到目前呢 他大概平均落在1.5億上下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疫情之前他平均的單月營收 動輒可以到3億多 所以就是說 即便已經成長了一千%兩千% 他還可以再成長一倍以上 而且呢就所謂這個 贏者全拿的效益 什麼叫贏者全拿呢 就是說疫情期間很多業者 撐不過這三年的 那變成說中小型的就倒了 那變成說大家業者 就可以把這些的餅再吃起來 所以我覺得會有這樣的效益 有可能 在全盛時期的話 可以再cover過以前的那個營收 我覺得有可能 就在創新 可是我覺得台灣 不論鳳凰或是三富 或熊獅 熊獅很可惜 熊獅以前我還是要強調 熊獅以前是訂房 或是出國那個軟體最好的 是 可是這幾年看起來沒有什麼維修 沒有什麼維護 我訂個機票 跑10分鐘 我說莫名其妙 這跑到什麼東西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在搜尋的一些軟體 我覺得要進化 就很講英特權 如果能進化到非常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下一個 旅行業的一個霸主 好不好 來 來 Coco 老師你認為觀光股空手的人 可以進場嗎 我覺得是可以的 還可以喔 對其實我們就挑選一些 漲幅相對落後 例如剛剛講的雅度 漲幅相對落後可以 對或者說鳳凰 對我覺得相對 但營收也是有爆發力 可是 三富你覺得可以嗎 三富就比較多一點 來看一下三富走勢 三富比較誇張啦 對 但是我覺得以旅行社來講的話 反而鳳凰是還好 那三富你這樣拉一下 你就會發現很誇張嘛 那鳳凰 鳳凰 鳳凰還是雅度 雅度好啦 雅度啦都可以啦 鳳凰還好 鳳凰對不對 對啊 大概才漲一倍左右啊 才一倍 才一倍左右 也是啦 他們房價都不只漲一倍了 對沒錯沒錯 謝謝老師 阿維太老師你什麼想法 我的想法 就房價真的很貴 我想法就是那個 飯店古老闆終於發現做股票比 經營飯店還要誇張 這好笑 做股票比較實在啦 對不對 把銀座關下去 旅行社賺太慢 做股票比較快 對啊 對啊 欸長三倍那個賺好錢 賺幾條幾億 郁老師什麼看法 我們快速說一下來 我是覺得做這個族群不要去預設太多的立場 就是反正就是偏多去超多 我懂你意思 基本上基本有點不太 有點不太符合他的力道 就讓他承載也不太多 可是那代表什麼意思 這種 這種股價用技術面要切入 技術面要出是不是 你覺得什麼 你覺得要跌破幾日線型就要走 基本上如果看到爆量長野可以先走一趟 如果技術面再轉強再追回來 那如果技術線型爆量長野 沒有爆量長野 可是跌破20日線或10日線 哪邊要走 沒有爆量長野跌破 我是覺得這種線型不容易出現 因為這種強勢股通常會 震盪幅度會比較大 所以你覺得就是以爆量長野為主要 對就是爆量長野 不要等到跌破季線日線 因為你如果剛剛那種線型會緩慢下 好老師你覺得呢 我覺得可以接受 不是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吧 我覺得其實我的想法比較類似 怎麼切入 怎麼切出 怎麼走掉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可以看 同族群當中 如果說大家還在創新高的話 這種漲幅落後的你就不用擔心 其實就勇敢追下去就對了 除非說可能等龍頭的二三線 開始已經做個頭下來了 你再走都還來得及 所以你是看龍頭就對了 看龍頭 所以不是看技術線型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一切 所以這個小學生 有學到這些大人們的問題了嗎 有 讓我們來問老師下一個問題囉 好的 來加油上課 來請你念一下 熱門我最貼是什麼呢 太不像小學生 很嗨 小學生很嗨 來再一次小學生很嗨一次 熱門我最貼 耶 熱門我最貼 範德勇業 爸爸開車車了喔 哎呀 這次我傳給他 誒營收創新高了 你的車子你看 你貢獻多少營收來 老師 還好我應該貢獻不多 好 因為五月的營收呢 57.55億喔 他是創歷史的新高 那主要是受惠於這個整個 BMW跟保時捷 大量到港的原因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這個 塞港缺貴的問題了嘛 所以說大量到港 大量交車營收就衝起來了 那其實我覺得有個地方 大家可以比較留意喔 之前我們講過說 其實三年前如果講電動車的話 大家會直覺想到Tesla 可是現在呢 你不會去直覺想到Tesla 因為現在是百家生命的時代 其實我們講他在 iX1跟iX 他在五月單月喔 存電款這交車比重已經佔了三成 就是說油車大概佔七成 然後電車佔三成 這個比例還是有可能 逐步去做攀高 而且現在iX1 iX i4跟i7 預收單非常非常之永遠 未來可能 搞不好我覺得下半年 就有機會看到五五坡了 我覺得這個可以提醒大家 來做一個留意 這iX1 等於比較小的車子嗎 對對對 等於那個 等於那種 GLA那種感覺的 電動小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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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小修女比較特別的 iX LX系列都是 電動車的感覺 對對對 有i系列的 iX Pro 就是 原態的那個等於變色車 好不好 這未來的一個趨勢 所以你覺得 泛德永遠還會有機會長 我覺得有機會 但是我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他六月十六號要除息 現金十五塊 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可能之後會有一個股價 比較震盪的表現出來 是 好 下一檔我們來看愛迪森 好 愛迪森我覺得LED這個族群 大家可以慢慢 還行嗎 真的不行 其實還行 其實你可以留意到 最近大家的目光 可能在看觀光 在看AI 可是其實你沒有留意到 整個LED族群 慢慢也有向上攻擊的一個態勢 其實你看 異光非常明顯 2393的異光 對 其實異光其實過去我們講 他比較有帶動的效果 其實異光默默的已經走牆這麼久了 其實沒有人發現 都沒有發現 真的 對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這個愛迪森的部分 那第一個 他第一季有虧轉營的一個題材 那第二季呢 他是跨入到所謂車用的領域 當然車用領域他主要是做這個霧燈 霧燈毛利其實不高 可是重點是呢 他知道市場喜歡這個題材 所以我認為說老闆是有用心的在琢磨股價這一塊的 那過去兩年呢 毛利大概是落在24到25% 今年第一季來到27% 可是其實當然你產品有轉換的話 毛利是可以提升的 應該下半年有機會見到30% 那同樣7月10號除息提醒大家 只是除息一點點0.306元左右 跟沒有一樣 愛迪森我認為說現在呢 整理完畢之後還是有絕創的 好整理完畢 好什麼一模一樣 有除息跟沒除息跟沒有一樣 就是因為除很少啦 感覺就整個沒出息 沒出息 有出息跟沒出息差不多 這你講 鼓勵沒多少錢好不好 根本就沒出息好不好 加油 我也希望他們有出息 來 余瓦老師來 來我們先來看第一檔股票那個 具有科技喔 其實具有科技是AI的概念股 他是屬於Exec族群 那大家對於這個族群可能 大家對他可能比較不熟悉 我講兩檔股票大家已經知道 一個是創意 一個是世行 那創意跟世行其實股價都已經創歷史新高 那目前來看喔 他的現行 這個是創意嗎 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創意跟世行都知道 其實股價非常非常的強 那我是幫大家找出來 我覺得這個族群目前還沒有發動的 相對比較落後的一個股票 那就是推薦大家具有科技 那他其實也是台積電的協力廠商 協力夥伴喔 跟創意跟世行是一樣 那只是比較吃虧的是因為他的製程 是比較成熟製程 因為現在漲的是先進製程那一塊 那他目前已經有接到台積電12奈米的 那預計已經7奈米已經準備要拿到 所以他已經慢慢往先進製程那邊去了 那以去年來說去年是賺2.2塊 今年預估有5塊 那以這個族群我們平均抓50倍到60倍的本益比 大家可以想要看 後面我覺得至少會過一次 他的歷史新高230幾塊 可以現行拉長一點看一下 那個點我就會過 然後目前近期來說三個點嘛 你這邊可以畫出一條 你就沿著這個上升趨勢線做操作 那個5月底 6月5月底 對沒錯就這樣 這製作很快 好 這具有科技推薦給大家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檔 紅塑 3131的紅塑就是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COAX的概念股 那為什麼會推薦紅塑 其實這個族群 股東會的時候董事長都已經說了 今年的產能預計明年 今年已經比去年還成長了 明年還會再比今年再成長 他預計要成長一倍以上 那因為他受惠於輝達下的GPU 指定就是台積電的先進封裝COAX的產能 所以他已經講得非常明確了 那公司也說他用最快速度 極力在擴成這一塊 所以這個族群就兩檔股票 一檔股票3583的星雲 另外一檔就3131的紅塑 那因為星雲這一段已經先漲多了 所以暫時我覺得先不用去做星雲 如果你對這個族群 有興趣的去做3131的紅塑 他剛好創高之後 拉回在10日仙這邊震盪做整理 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那加上我們看一下投信的籌碼 也漂亮喔 法人籌碼也非常漂亮 都在這個族群當中 所以這檔股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紅塑的部分 紅塑的部分 好不好 這是玉璃老師告訴我們的 維大老師 來 長榮跟長榮行 今天排名上面 比較強勢的類估指數 就是在這個航運指數 那航運指數呢 今天兩檔 一個就是航空股的長榮行 一個就是貨櫃股的長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長榮 那2603的長榮 他在6月30號要去進行除息 那麼他這次是配70塊錢 然後配息的部分 他會在7月26號入帳 那近期也可以觀察到 他在三大法人的部分來講 在昨天是呈現三大法人投買 而且最近可以觀察到 內置的部分 包括像是投信 包括像是信商 都有持續進行一個買超動作 所以現在這樣子來看的話 可能他在這個出息之前 可能因為殖利率相對偏高的一個關係 那對於他的股價 會有往上去做走高的一個機率效果 老師所以你覺得這個突圈息之前有含情 我認為之前會有含情 那出拳後呢 出拳後 我個人認為會打底 70塊嘛對不對 我說不要 你說反而會跌喔 打底 打底喔 70塊 我來補個20塊30塊有沒有機會 有啊 有20塊30塊也很多耶 因為他現在的禁止在261塊 所以他除完期之後 假設用80塊錢去算的話 他的股價的禁止比只有0.3倍 以前最低最低是0.5倍 像友達啦 或者是群創 他們的股價禁止比大概0.5 0.4倍 這個比他們還要低 他們也是啊 財產民以前最低的差不多0.5啊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你說禁止多少 200幾 266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可是去發股力好像禁止也會減少嘛 對不對 會啦 對 也會 好可是我們去算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這邊還是很誇張嘛 對不對 你股價禁止比還是很低啊 對 所以這是蠻特別的 對於那個景氣循環股來講 0.2倍 0.3倍的股價禁止真的算相對偏低的 好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長龍航 背上天的啦 另外一個是長龍航 那當然這個可能也是這個 沾上那個玉凱老師的光啊 沒有他不沾上 他沾上季定老師的光 你知道嗎 季定老師大概講了一年之後他要出國 上一集 上一集之後總是要出國了 要去日本了 嚇死我了 然後股價就漲了 不是啊 因為他這種人都受不了啦 是是是 對啊這種人都受不了 那當然股價會漲 對 你知道他一個PS5 他可以等一整年 就是為了等他降價 哇 好有耐心的男人 哈哈哈哈 不許你們在稱讚他的感覺 哈哈哈 暑假忘記了 記得看這一段 對 躺著也中槍 暑假忘記呢 這個長龍航呢 他也增加他的一個班式 但是重點就是 今年的油價 平均價格在7字頭 但是去年的今年這個時間點 基本上是 這個 100塊錢以上的油價 所以在油價呢 相對比較低的情況下 成本大部份降低 所以這次很可能他會營收成長 甚至包括獲利也會成長 那1P的成長的話 但其實基本上法蘭就會買超 所以在最近可以觀察到三大法蘭 都是同步站在一個買方 那麼他在7月14號要出席 他配期0.8元 那這個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好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謝老師我們看下個階段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圈圈圈圈圈圈圈 AMD發表會 有驚無險 好不好 有驚無險 無喜啊 所以說我不是無險 概念股先開發 老師 這個聽起來這個感覺這個不太好 我們要不要先看AMD發表會的一個影片 先來看影片 這麼一開始只要重頭戲 就要先來 好 我累了 我原本想都放到第二個 放到第二個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影片 來 他這個也叫大家要寫一首詞 寫首詞 這個都聽不到聲音嘛對不對 寫詞 哇打得很快 也不知道真的是 已經先說好來怎麼樣 看起來不怎麼樣 而且這種Dose系統這樣 就是指令 你說連一個程式的完整性 也不太有啊 這個不叫一個軟體啊 這個Dose一個系統而已 可能程式敢寫完 喔 喔 鞋很長啦 我是覺得唱歌還是比較好一點 你覺得他唱歌比較厲害 他那是輝達唱歌 老師你看這一段喔 你看他說這個Pretty Group 就我站停一下 站停一下 因為笑得很尷尬嗎 我沒有 你知道我從這個地方 我就覺得他很尷尬 你看 這個笑容 按暫停 來來來來 我這個學了十遍 不是不是 這個你學了十遍喔 我以為是賭神啊 要戳什麼牌出來 不是這不好意思啊老師 我以為他是要變出什麼魔術 你知道嗎 其實我跟你講這個有的人 心理學 心理學這個是不好意思 很緊張 緊張的時候會搓手 這我知道 開玩笑的時候會不會變出一張牌 變 變 第五張S 來 程偉達老師你也是心理學專家 你看這個是不是很尷尬 我的東西就是比NVIDIA差 看起來是有點這樣味道 對一直在搓手 笑得很尷尬 欸欸欸欸 是不是很尷尬喔 很尷尬 這很尷尬 所以AMD這個真的是有晶片 有最新晶片嗎 沒錯 可是無喜啊 看起來真的無喜啊好不好 這個喜是沒有驚喜感的 可是股票還是有些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AMD的一個發表會 一些概念股 然後看一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發表會 為什麼大家覺得 會有驚無喜 其實如果直接 你要仔細去比規格 你會發現其實如果按照規格來講 他原則上是贏回答 可是我覺得啊 我個人是認為啊 一樣兩個台南人的競爭 就台灣人的競爭 黃仁勳還是超級業務員 比較會講 他能帶動那個情緒 讓大家有那個想像功能 我覺得他比較有些 有點去學到賈摩斯的感覺 對就是那個情緒的渲染力是比 真的是比 那個超委董事長還強 對對對 他們的親戚關係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 新品報告表示 將推出這個最新的系列的晶片 就MI300系列 是 可以加快這個ChairGPG 和其他聊天機器人等 深層式AI產品的數據 跟處理速度 那目前他最新推出來說 隨著模型的規模越來越大 就需要多一個GPU來運行 最新的大選擇模型 那這一次啊 這個AMG推出的晶片 最特別就是他的內存記憶體的增加 將不再需要這麼多數量的GPU 可以節省節約成本 怎麼意思啊 我們放到隔壁那張表 我們直接在比規格 一看就知道 目前啊 他這一次推出的是AMG 這個MI300X系列 那這個是揮達現在最強的晶片 那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他的電晶體的數量 一個是800億 一個是1530億 其實是狂贏 電晶體的數量狂贏 那你看一下記憶體 當然只比這個不一定準 不過就數字來看的話 對 那我們再往下看 記憶體的搭卡量 一個是80GB 然後AMD這個是192GB 不是說不用那麼多記憶體嗎 應該說記憶體多的話 他可以比較 就剛剛他說的 可以少使用GPU 因為他有一些暫存的一些空間 濃量 是說記憶體可以比較多 就可以比較少 不用使用少一點GPU 然後可以節省成本 幫企業節省成本 同樣價錢的話 他CP值會比較高 對沒錯 還有他的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晶片的尺寸 就是 AMD這個 因為他是使用台積電的5奈米和6奈米 所以稍微大一點點 1017 然後歸達是814 他是使用台積電的4奈米 這是製程的部分 那我們再往下看 他功耗其實 差不多一個是700W 一個是600W 簡單來說就是 最新的GPU的晶片 原則上他的熱能 產生的熱能都會比較大 所以從這邊其實我就 今天有幫他推薦一張股票 就是從這個概念去幫他做衍生的 因為你伺服器如果太熱 等於是說 假設你不管你的手機啊 或者是個人電腦太熱 當機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實際上是不行的 所以這種熱能 因為功耗這些都增加了 而且 可是很尷尬就是2023年底才 才出現 就是現在他叫好不叫做的原因 因為他 人家都已經賣那麼多了 你現在還要說 我要到第四季才要出來 誰可以等那麼久啊 誰可以等那麼久啊 誰受得了啊 沒有人受得了 不錯老師你很激動 誰受得了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老師你降個火器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降火器的概念 好不好 所以我就從這個概念 幫他推出兩張股票 第一張就是 也是散熱 散熱又我說過 因為其實不管是輝達 不管是AMD推出來晶片 它的瓦數啊 就是 600跟700 就是要使用到是 最新的水冷式的散熱技術 是 因為原本以前的氣冷 大家可以處理 只能處理到500瓦左右 所以光伺服器的升級這一塊 散熱族群就有一個蠻大的商機在裡面 那我們看一下齊鴻的部分喔 市場預估啊 2024年 AI伺服器 將貢獻齊鴻的伺服器業務 成長5到10% 其實這個成長力倒是蠻強的 成長力倒是蠻強的 然後他目前已經在伺服器的帶動下 其實他營收已經連續四個月成長 已經越來越好 尤其他的下半年 預計又比今年上半年還好 那今年預估一整年的EPS 有機會可以達到12到15塊 其實獲利現在以下本益比還算低喔 本益比算低喔 本益比算低喔 因為你如果就跟他 同族群其他股票 有本益比到30-40倍 可是這種算補漲的族群補漲的股票 你那譬如說 雙紅這些股票長很兇的 其後你覺得補漲選老二選老三好嗎 我個人不覺得他是老二 只是因為他以前的股性到現在是屬於相對比較溫吞 我剛有說過其實這個族群有其他股票的本益比 到30倍跟40倍 所以我幫大家挑出來比較安全 你可以長抱的股票 好 謝謝老師 我們看下一檔股票 那下一檔叫2356 IN EDA 這個就是做那個AI伺服器 斬瘋了啦 這兩天斬瘋了 有的這些都發達啦 對因為我剛才說過 其實所有的生成式AI 不管是要運作 不管像Google 微軟 要這些是最主要就是AI伺服器 對 所以現在這個伺服器從原本的伺服器 要升級到AI的伺服器 所以他的出貨量預估 像今年原本是5%左右 預估 現在是5% 預估今年會成長到10% 明年再持續的做成長 所以像IN EDA 廣達這種長期的股票 是第一個基本面非常扎實 是可以做留意的 大家看一下這邊大戶持股 85.35% 籌碼很穩定 可是這邊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大戶在 這應該說近期稍微有些調節 可是他整體的籌碼還是穩定 調節有點多 可是還是算很多 調節以後還是有85% 大戶持股 籌碼特別多 所以老實話 這麼牛皮股的股票 大戶持股有85% 這算多 我們來看一下鴻海的大戶持股 的股數就知道 來看看鴻海 大戶持股 大戶持股是400張以上 400張以上 蠻多的 鴻海大戶持股多少 70.6 你看看郭台銘又一堆 所以還有他交叉持股的70管达 來看一下 這些老牌的牛皮股老牌的代工廠商 多少 90 難怪管达產那麼多 因為籌碼穩定就有這個優勢 我還不知道管达有90 老師你應該早點來跟我們講的 籌碼這是籌碼的優勢 每天可以播重播管达產140 嚇死我 所以你看 所以第二個管达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嘛 沒有90分我們來個85分 也不錯 所以老師你覺得 這邊這個 音樂打 2356音樂打 你覺得AI伺服器這一塊 老牌的這個也是代工廠商 要找他們嗎 好不好 所以你覺得音樂打有機會是誰 有機會 好吧 那我想要問一下韋太老師 感覺你也想回答 這AI這一塊散熱還是伺服器 還是你覺得雨入金沾 你覺得呢 大哉問 你想回答什麼 回答什麼 送分題給你 現在看起來其實 在這個營收表現上 比較有實質增加 大概就是這個散熱 然後還有剛剛這個組裝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散熱這一波 像以5月份營收來講 像齊鴻 他就是難得出現這種年月雙增的股票 在他上的投信 年增也越比 跟上個月比也增 對 我就很搭舌頭了 年月雙增的一個股票 最近其實投信也積極站在買方 連續買超 所以不排除說 他就是在這個6月底之前的投信作帳股 好 謝謝老師 好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謝謝老師 美女有問題是不是 老師 我要插播 今天是不是還有一課沒有講咧 蛤 有一課 哪一課 泡麵嗎 台積電的事情啊 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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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我們沒有除全洗是不是 你有沒有除全洗還洗 有沒有出洗 有出洗還沒出洗 有沒有填全洗 基本上我覺得看這張表一看就知道 非常有出洗 為什麼 每一次 每天每次都幾天嘛 自從季配洗開始 每一次都填全洗 每一次你看 只是差在天數的差別而已 就一天啊 最長其實就15天而已 所以你說台積電除洗行情 這個有沒有 一定是有的 而且我覺得台積電不只有這個行情 最重要的是它還有扎實的基本面 好 怎麼說 那600有沒有機會啊大家想問600 600輕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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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688都會過 688都會過 時間問題而已 時間什麼時候 你知道為什麼是時間問題 我也知道好了 不要再考你 來來我來講跟他分析一下 你看其實台積電 三個大客戶 第一個是蘋果 蘋果今年我覺得它的新機 算是有感升級 我覺得會有一個換機槽 所以第一個 我覺得換 你知道我換怎麼換嗎 怎麼換 我後來發現我媽媽手就是手機害的 太重了 太重 連我自己有覺得我肌肉人都太重 因為你以後手機你記得 這樣拿 我再強調給大家為我 你手如果手在痛 這樣拿手機 對不對 跟這樣拿手機是不一樣的 這樣拿手機你會媽媽手 我都這樣拿手機 誰會這樣拿 我就會這樣拿 對啊 公司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是 也是那個資羽嘛 他也這樣拿 他這樣拿就手媽媽手了 為什麼拿這麼前面 對 會不會是因為 你一邊上廁所 也要一邊滑手機的原因 爆料 你都爆料 你看我多認真 在廁所還在研究股市 先辛苦的主持人 好不好 所以這個他聽說他 那個什麼 是旅美合金的 還是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人家減重的 所以會比較貴 這樣我就想換了 所以我說 找理由換 然後第二個 第二大客戶是AMD 對 AMD 然後輝達有可能會變成第三大客戶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台積電目前就是浪頭上 就是浪頭上 就是未來趨勢他都有啦 蘋果的鏡片 對 然後輝達 然後 那個 超微 全部都是 都是大大客戶 這信息老師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好不好 好來來來 台積電有出權行行期 看起來有機會 平均大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表格 平均大概 3.5天 不到一個禮拜 就填錢洗了 希望這次馬上賺到 希望大家賺到價差 看台股有沒有出席 所以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去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每週二週五晚間 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四教學影片 就算這個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費費費物 這樣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邀請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剩下二月一周 創大虎 想先到 開支牆打 開支牆打 哇 哇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沒聽他不用 請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揚季 禮場 我確實馬力 我好害怕 看空 瞬下球 沒有我跟 在你左右 快就奔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己 回來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要找到 你來的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好 好 你到中環上 八字獎盤 二字獎盤 三字獎盤 二字獎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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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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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獎盤 甚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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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